啊 不好 以后有危险 王冬 你 好强大 好神圣的气息 这股力量 是在保护王冬吗 一老 王冬的精神之海 隐藏的究竟是什么 会不会对他有所损伤 那是封印的力 用来守护王冬的精神之海 不被侵蚀 封印 约浩 你不要尝试 窥视王冬的精神之海 这股力量 源自于一流神石 足以让心神聚密 好险 神石是什么 所谓神石 就是神明的一丝意识 神 王冬的身世很不简单 他精神之海中的那里神石 其原主的强大 难以想象 即使是我生前最强的时候 也无法与之匹敌 王冬到底是什么 徐昂 你怎么了 绿昊 没 没事 只是亏是你的精神之海 对我的消耗有点大 我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早知道会让你这么累 就不要你做这事了 别在意这些 我们可是队友 赶紧修炼后动之力 明天循环赛第二轮就要开打了 今年 是我们光荣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四千年来最强的一年 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 告诉我 他们是谁 谁来客 好 今天我得到探子情报 史莱克学院 只来了三名正选队员 七名预备队员 什么 你们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灭世 对我们彻头彻尾的灭世 马如龙 戴 这一届比赛再输给史莱克 你这个正选队长 滚出皇家学院 是 马老 事情没这么简单吧 史莱克学院可不是傻瓜 他们很清楚 派来三个正选 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小风尘 你千万不要小瞧史莱克 狮子薄兔 亦需全力 哈 哼 赢 马老 我的对手 只有我自己 欢迎来到西宿窿关场 接下来是千灵学院 最战是莱特学院 再坚持两战 凌路晨学姐就回归了 太好了 我可不会输 小意思 坚持就是胜利 加油 请双方队长上台筹签 千灵学院在窦灵帝国排名前三 是一支拥有五环魂王坐镇的强队 淘汰赛阶段 他们的纯魂师阵容 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千灵学院队长 审测 魂魂两皇三子 虽然不是最佳魂魂配置 但他的武魂 是穿透里极强的强弓系气武魂 千姬矛 最麻烦的是 他们有两个控制系魂师 分别是冰属性安冷夜 和火属性威宇燕 被称作冰火双控 大家一定要小心 穆朗 真的不派人过去吗 他们同族有一队 可是有三名魂王啊 是绍哲让你来问的 他放心不下 只派预备队出战 史莱克可能走不长远 为什么一定要获得冠军 孩子们做得很好 你告诉绍哲 以霍宇昊为首的这七个孩子 将是史莱克未来千年辉煌的奠基人 这一届大赛 我就是要把他们历练出来 穆朗 您把他们看得这么高 十年魔一剑 我们要着眼未来 史莱克血院 对千里面血院 团战 让你们见识下 我的最强攻击 比赛 开始 开五分 开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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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 过来 悔流进去 除了霍宇昊 另外里面选手是第一次出赛 是 看来史莱克学院一直在隐藏实力 莫非史莱克是故意指保罗三名正弦队员 即此麻痹对手 顾忌重视 这次不只是模拟了我们的魂环 还把黄东萧萧的魂环也模拟成六环 如果我们对手士气动摇 就等于为我们创造了心机 史莱克学院除了那个有六个十万年魂环的魂号 竟然还有两名六环魂帝 白虎公爵的长子弹药盒也是魂帝修为 意味着史莱克至少有四名魂帝作证 开盾 杨明 宋虎 白尘 叶茂 四人都是防御戏器鬼师 武魂灵溪盾 他们武魂相同 应该来自同一种门 配合会很默契 史莱克 出击 武魂灵溪盾 是一种防御力很突出的器物 这对缺乏攻击力的我们来说 不是好消息 寒冰盾 这个寒冰盾与灵溪盾结合 防御力至少提升了三成 来场炮火洗礼吧 魂岛炮台战法 原来隐藏实力都不止我俩眼 气魂魂胜之下 魂岛石确实比统领前的魂石更强 更何况 二师兄用的还是活力最大的 魂岛炮台战法 难难学姐 好机会 终于控制 小魂 成功了 小巨武 魂魂技能 给你赏龙前 他有魂魂 这块头部魂魂魂品质很错 这个魂魂技能的威力 接近魂王的第五魂技来 第三魂技能 等于平时落地 第三魂技能 明知力 千机矛 群叶 给我不动 练燕之环 赤之意 青年燕 极致的痕迹增幅 凭借四名防御魂师 在前方挡住对手 再加上兵控辅助 增强防御 降低对手速度 为的 就是给沈测和飞玉燕 制造联手发动致命遗击的机会 霍玉浩 迎接你的终结 是韩 千军一击 集魔同 迎魂冲击 鱼浩 危险 全民之患 全民顿阵 难生阵魂 全民 你真正的 神明真 好恐怖的威力 我来不及叙利第二劲了 冷叶 看我的 来吧 来吧 霍玉浩 让我看看你的真实实力 宁 宁 这是你所犯下最严重的错 游动机 游动机 敏 我没处宰 还要继续吗 我跟人说 是蓝色战队国阵 是蓝色 是蓝色 本生龙卷的威力 足以媲美魂王的第五魂迹 就这样被打回去了 难道他真的是拥有六个十万年魂环的魂帝 什么 霍宇浩 王东 萧萧 都只是史莱克外院二年级学院 他们三人去年才入学 跟白虎公爵的敌刺子戴华兵同意见 同年击败了戴华兵诸禄所在的团队 获得新生考核冠军 这是当初在史莱克学院轰动一时 这么说来 他们确实是预备队员 就凭这样的阵容 他们竟然连胜三场 可仅仅这样的阵容 恐怕不会引起日月帝国的重视 前几天星光拍卖场的拍卖 他们都参加了吗 史莱克和日月都暗中参加了 很好 黄兄 您的意思 接下来要加码了 那千鸡毛 抵挡他可费了我老大劲儿了 楠楠 快给我揉揉 无关 天灵学院并不是传统强队 我们下一场的对手 正天学院才是真正的强敌 看过他们的第一轮比赛后 我原本打算在与他们的比赛上弃拳的 弃拳 正天学院有三名魂王坐镇 其队长的修为更高达五十八级 五十八级 他叫叶无情 以他的修为 即使放在史莱克学院 也足以入选正选队员 五十八级 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们很难获胜 原本我也这么认为 但看完你们今天的比赛后 我找到了获胜的机会 这个唯一的机会就在你 徐三十身上 他案子调查过了 史莱克那边 只有贝贝 徐三十 江南那三人 是原本今年会生入内院的核心弟子 至于那个叫霍宇浩的少年 除名字外 一无所知 他会不会 真的是有六个十万年魂环的魂帝啊 绝无这种可能 今天比赛上 他一招破解冰霜龙卷 也让我一度怀疑他的修为 但仔细想想 就算真的魂帝 也不能直接控制对方魂系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霍宇浩的武闻也是兵属性 且品阶更高 思路对了 洞察力差了些 天灵学院第一发千金矛打出的时候 霍宇浩对神策 射出了一道光束 那道光束 让神策的攻击迟滞了一瞬 很可能是一招精神属性的攻击 您的意思是 双生五魂 霍宇浩的年纪不大 修为最多是四环魂宗 以他双生五魂的天赋来说 确实也算优秀 可惜年岁太小 实力终究不能跟我们孝红尘比 马朗 您的意思是 如果年龄相当 我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你说呢 就算他是双生五魂 可我也是魂师魂导师双修 在同样年龄的情况下 他的魂力 未必能修炼到我这种程度 很好 我们要的就是这份自信 上届大赛上 白虎公爵的长子戴耀衡 曾作为预备队员出战 这一届却没有露链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本届大赛 史莱克因为某些原因 只能派预备队出战 我们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被史莱克压制了三千年 各一届 我们的机会来了 日月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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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国史莱克真的只有预备队员在 那他们怕是连下一轮 正天学院这关都过不了 原来如此 周老师 您的意思是 下场比赛一开始 我就用玄冥置换 与正天学院队长叶无情 互换位置 剩下六人围攻叶无情 将其击倒 而在此期间 我也会陷入正天学院 六名队员的围 就是用我方最强防御 换取集中火力 解决对方综合素质最强的选手 只要你能坚持到叶无情被淘汰 十来刻 就能获得多打少的人数优势 以徐学长的防御力来说 扛下他们六人合击 也不是不可能 但这个战术实施的前提 是我们要抽的团战 不错 一旦抽到个人赛 或者二二三战法 就很不妙了 如果对阵正天学院的比赛 我们能够晋级 正选队员们 就能陆续归队了 今天的比赛双方是 正天学院对阵市南大队学院 双方队长 上台抽签 大师兄抽签的结果 将决定周老师的战术 能否顺利实施 哪一个世界无情 哇 好帅啊 你整天学院的队长 都外貌 简直屁面狼狼 你给我走远点 对 叶无情 五魂黄金夜 五十八级强攻系战魂市 上届大赛 他就已经作为正选队员出场了 请双方同时按下赛制抽签按钮 就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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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过学院 对正天学院 二二三战法 二二三 这是在前分析中 对我们最不利的一种出现结果 正天学院最大勇士 就是拥有三位魂王 他们必定会在每个回合里 都派出一位魂王作证 一个个击破的战术 在三个回合里 形成对史莱克的绝对压制 没抽到团战 我们是不是要输了 孩子们 我知道这可能对你们过于苛刻 但作为带队老师 我不甘心就此放弃 我就说嘛 以周老师的性格 怎么会轻易认输 不错 无战而逃 我们就不配是史莱克学院的意愿 周老师 我们愿意出战 我们愿意出战 好 你们都是好样的 听我安排 第一战 徐三十 江南南 你们出战 周老师 之前不是说过 徐学长跟大师兄联手 才能爆发最强战地吗 如果对面只有一个魂王 我们可以这样安排战术 但对方有三名魂王 就必须做出调整 除了队长叶无情 宇梦迪 53级强攻系战魂师 唐霄泪 52级强攻系气魂师 二二三之战 这两人不会出现在同一队伍中 这样做无论输赢 都少了一张底牌 有请第一场比赛 双方前手当场 如果我是正天学院领队 一定会派实力排第二的 宇梦迪 出战第一场 既先升夺人 又保留了足够的底牌 周老师 你预留个真准 正天学院 宇梦迪 杨一凡 是来客学院 徐三十 他是江南呢 那个杨一凡 应该是闽攻系魂师 比赛时 会协助宇梦迪 发起攻击 周老师 您这么图定 对面会让宇梦迪 来当主攻手 当然 因为他拥有 当时最顶级的舞会 离赛 快点 快看 天使 天使 他的武魂 商议天使 是顶级数武魂 先天满魂力二十级 素以超强攻击力主称 万年前 震撼整座大陆的那场战争中 海神唐三所面对的 两大神奇之一 就是天使神千刃雪 神圣双叙 神圣双变 圣鸯石本来 剑王 玄冥致快 怎么料的能够有这招 这招对杨仪凯没用看 这家伙的速度 连我这个魂王都自探不住 小心 南大姐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江南南 速速的好恐怖 你的对手是我 奶奶 先担心你自己吧 满死了 滚啊 血脚 血脉 终老师 您知道 普通玄冥龟 品质上是比不上蓝点霸王龙的 他既然跟你并称外院双子兮 武魂肯定不普通 我在古籍上了解过 玄冥龟武魂 似乎通过某种遗事可以觉醒 我们七个人里面 如果说有人的武魂 能够和小师弟的极致武魂相比 那就是三十了 不过他的武魂处于封印状态 没有足够强的刺激 无法突破封印 刚刚为了救产 暂时突破了封印 道师兄 徐学长这武魂究竟是什么 啊 啊 啊 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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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闻到他一世 没错 能够与我媲美的神兽血脉 神兽玄武 为什么为了救楠楠锦 徐学长能突破封印啊 这也是一段孽缘 似乎三十玄武血脉觉醒的仪式 跟男那一关 小心 证明玄冥归魂师爆发中的战斗力 确实强悍 但与孟迪可是拥有天使我们的魂王 即使以一敌二也神圈在握 天使 与孟迪的魂力爆上了一倍 你还好吗 还好 我说个 我会保护你的吗 天使 你 他要发出最强一击了 楠楠 抱歉 这一招 我只能抵挡三秒 够了 玄冥阵 玄冥顿阵 玄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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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环 徐三十这一击的威力 也达到外面混迹了几遍啊 玄冥 玄冥 沈敌 无敌今生 怎么会 三秒的无敌今生 足以让江南们今生施展不尽 妖风 我们 停了 二二三之战 第一战 胜者 史莱克学院 三十来自一个拥有神兽血脉的影视组织 可惜他现在不是通过仪式觉醒 而是因强烈的情绪波动暂时突破风力 觉醒是暂时的 而且要很长时间恢复 下一场循环赛肯定不能出战 南南 南南 你先送三十回去休息 徐学长好像伤得很重 第一场我们赢了 还淘汰了对方实力第二的魂王 占据比赛主动权 占据比赛主动权 菜头 萧萧 第二场你们两个上 嗯 有请第二场比赛双方前手登场 好 正天学院 唐骁勒 嗯 血狼 史莱克学院 何菜头 萧萧 他们把最强的 留到了最后 比赛 比赛 开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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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萧萧 上场比赛还是六魂魂帝 恐怕霍雨昊的六个十万年魂魂也有问题 嗯 去把护国斗罗成刚叫来 是 正天学院派出的选手公关等级 十余关圈面压史莱克的两名选手 史莱克有什么力气中央 嗯 嗯 点气嘛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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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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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能完成了 冲能完成了 消消 不 你们这群混蛋 笋子连住 不好 救我 结果怎么样了 阿世兄的暴击之力完全碾压对手 但前面过快蓄力导致身体超出了承受极限 太可惜了 女 好险 圣者 正天雪月 正天雪月 小小 快输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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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哥 可大哥 对不起 我没 保护好你 傻丫头 应该是我保护你才对 我发誓 以后 再一步让你受到伤害 快输 菜头 小小 你们做得非常好 我们绝不会让你们的付出白费 羽浩 王冬 王冬 贝贝 准备出战 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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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天雪月 少魂残 正天雪月 叶儿 正天雪月 叶无情 领教各位高招 正天正天 盈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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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您找我 你是我兴罗帝国护国斗罗 帮我看看这孩子的底细 是 陛下 你 大师兄 灵魂冲击 小心 好险 他 他的黄金烟雾魂 凝聚着庞大且不稳定的魂力 一出即爆 先解决虎术魂事 上 居城的战士 住 是残影 没错 魂道麻痹射线 啊 漂亮 雨昊用魂道麻痹射线 成功麻痹了叶无情 并得用叶无情的黄金叶 正创上棺材 这是麻痹魂道射线 身体变虚昏了 混蛋 我们的目标 一开始就是你 叶无情 队长 我帮你等一阵 你尽快回复 给我 锦月流花 一瓶万军 冰地爪 火焰球龙 快点拖离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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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想 正监学院燕尔 出局 雨昊 雨昊 你魂力消耗太大 快使用奶瓶 你是史莱克队长 那就先解决你 很好 你很有资格让我使出全力 黄金叶之武 一片黄金叶的爆炸威力就够强了 就问天黄金叶 叶无情作为三位魂王里的最强魂王 实力真的非常强开 背叶他们要撑不住了 尴尬的技能已经无法允致抗衡 必须激发我的极限 尴尬 尴尬 你 黄金圣龙 蓝殿法王龙已经是顶级兽武魂 而黄金圣龙比这血脉更为精准 龙是魂兽十足 黄金圣龙这一身龙吟 让在场所有兽魂时的武魂 都忍不住要俯首成臣 是莱克学院创始人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 才能使出的黄金圣龙 而卑卑一人就能实现 这孩子的天赋 无与伦比 霸王 雷君 来吧 来吧 你能抗住我等级更高的黄金封印 也算不容易了 但除此之外 你还是无法获胜的 是吗 不用管我 趁现在跟着他 醉菜中的妖灵 黄金之路 你不是靠我一人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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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胸围太高 黄金之路封不住他 叶无情毕竟是最强魂王 恢复速度远超常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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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玉手 你魂力不足 想不到我 平凰 直怒 混蛋 我想不到你 但是可以让你平常失败 玉浩 刺子 不能留 霍宇浩 叶无琴调出比赛台 出局 这是 施莱克赢了 我宣布 本场比赛获胜者是 武功 小心 最终还是要我来终结比赛呀 想体面的话 就自己下台 刚刚的五魂融合技 也耗尽你的魂力了吧 你现在什么魂技都使不出来了 是我们大爷 是我们大爷 没有魂技 就不能欺败你的 没有魂技 就不能欺败你的 做这么多词 就应该是 你一定会最为的 随便宜持着 喜跟罗子 magnifique 跟罗子 拥子 和解讯 论 他 被伍 擅心 比赛 人 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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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台湖 尊敬的星罗陛下 裁判和观众们 这场比赛虽然赢了 但打得如此艰难 你们的心中必然有疑惑 我必须要为孩子们证明 他们并非史莱克正选队员 仅仅是预备队员 预备队员 果然 我们史莱克学院 在参赛途中突遭重创 目前只能派预备队出战 但孩子们为了史莱克的荣耀 竭尽全力 面对强大的对手也从未退缩 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 我 周一 史莱克的带队老师 向他们致以敬意 周老师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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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预备队阵容打出如此战绩 那他们正选队员的实力 定义超出了我们的预估 史莱克不差 队长 你听到了吗 史莱克全是预备队员 天助我也 史莱克能派的只有预备队 预备队还被打残了 下一轮跟我们的比赛 我们长宁学院赢定了 你醒来 修炼好动之力果然能加快你恢复 王东 我们赢了吗 当然 我王东出马哪有输的道理 我跟你说啊 我当时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一个发力 原来如此 你拿出了第二武魂 一锤定音 我是双生武魂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 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们俩的武魂契合度百分百 我是双生武魂 说明你必然也是 原来你早知道 你跟昊天宗是什么关系啊 周老师说过 他们的直系弟子 这不都是姓唐的吗 暂时保密 王东到底是什么身份 小心 赶温前辈明慧 烧我们有何要事 老夫是兴罗帝国的护国斗罗成刚 看了你们和正天学院的比赛 有事要找你求证 祸小子 说吧 你是十大凶兽 哪一个化身成人 混进星罗帝国参加精英赛 是何举心 来人不善 冰冰 只会接管雨昊身体 别骂了 此人是封号斗罗 你们贸然出生手 反而会伤你 好 凶兽 前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前辈 您肯定是误会了什么 我和雨昊同住同吃一年了 他绝对是人 果然不承认 那就让老夫来揭穿你 刚刚那场比赛 你是如何可敌之胜的 前辈 我是双三五魂 第二五魂有极致之兵属性 不左右而言他 先前比赛你迫不得已 动用了自己的本源力量 流露出一次你本来的气息 身为顶级凶兽 混入大赛所谋甚大 莫非是想暗杀各国的青年精英 引各国围攻凶罗 兵属性的十大凶兽 一个是排名第三的学女 一个是排名第七的兵壁帝黄蝎 兵属踩第七 这全人类什么眼力剑呢 兵属应该排第一 让我看 你的阵身是哪一个 姓前辈手下留情 雨昊绝不是魂兽 我的五魂对魂兽气息最为敏感 只要魂离入体 你就算演得再真 也将原形笔录 你真的是人类 老告诉过你了 玄老 您来了 敢细说老夫 我乃堂堂护国斗罗谁来都不放在眼里 既然你真的是人类 今天就到无事发生 要是让我知道 你们谁敢说漏嘴的话 这家伙太过分了 雨昊 你怎样 我没事 要是玄老在 哪轮得到他耍横 天王哥 为什么那个封号斗罗 看不出一样 因为你本来就是人类呀 真相是最不怕被揭穿的 那个叫玄老的超级斗罗 都看不出你的不同 刚才那半调子封号斗罗 更没这个能力 什么人 敢在老夫面前造次 还不嫌身 堂堂护国斗罗 竟然欺负两个小孩子 前辈是史莱克的人 我是担心那霍雨昊 是凶手化净 小废话 打了史莱克的小辈 别以为能糊弄过去 给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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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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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开 我 啊 啊 啊 yo 怎么可能 他连五魂都没事吧 这地球魂 请 请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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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饶我一命 狗狗 你身为封号斗罗 欺负两个两三环的孩子 简直就是浑石耻辱的 回去给羽昊和王冬道歉 此事我做罢 谢前辈手下留情 敢问前辈风好事 废话少问 快去道歉 好 我会紧急教训 好一个时来客 没想到和真正的强者相比 我什么都不识 快点走 连磨磨唧唧的 我们去看看萧萧的伤势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想了一晚都没想明白 昨晚那个陈刚为什么要回来跟我们道歉 也许是忌惮我们未来的能力 要不要再来晚餐 好 石大哥 小心烫 今天突然有胃口了 好饿 太好了 你还想吃什么 我都给你做 萧萧伤势虽重 还好都是皮肉伤 休息一段时间可以恢复 大师兄和三十学长的五魂 修阳几天也能复原 只是今天的比赛 我会出场 灵雪姐 尊敬的各位来宾 参赛选手们 今日 高级魂师精英大赛 将开始第四轮的循环赛 循环赛第四场 使来客学院 最常名学院 团战 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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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师 这场比赛 战前不需要战术安排吗 哼 史莱克学院 这场比赛是团战 不是二二三之战 两人就够了 你是谁 史莱克已经伤到 连替补的替补都派上了吗 小子们 我们常宁学院 将成为斗罗大陆万年来 第一只击败史莱克的队伍 史莱克早已元气大伤 一个残阵还想赢我们长宁学院 祖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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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 圣者 史莱克血缘 这就是史莱克的正选队员 不妙啊 我都没自信了 好 好 九妹 计划可以提前实施了 遵命 不妙啊 不妙啊